好 回到蓝轩时间 我们现场访问的事情的院长江一华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时间来好好谈经济 因为经济需要更长的时间 那但是呢 却在这一两天有会计法的话题 所以我们刚才跟这个院长商量了一下 经济话题我想有机会 我想大家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也希望政府能够 做出让大家非常的有所谓的感动点 有这个真正感觉的 可以突破这个闷经济 但是呢 那眼前我们就先来跟院长请教一下 有关于会计法的相关话题 因为这个话题这两天不断的在进展当中 有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当然就讲到说 到底明代该不该除罪 那这个话题目前反正立法院 看起来是朝野共事 六个党编都签了字了 那这部分是一个大家 老百姓觉得有所质疑的 而另外一个呢 是就算说明代也好 然后呢 这些学术机关的教授职员也好 通通都可以呢 这个除罪 但是竟然在法案当中少了一个字 少了一个教字 所以呢 教授竟然不在除罪之列 所以这两天呢 我觉得让大家感受到 或者看到 这个政客的这个表现 真的是推来推去 奇怪了 当初在看这个法案修订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那么多人来 来关心这些字据 但是呢 事情发生之后的千错万错 都不是自己的错 那所以呢 现在立法院有一种说法 是希望行政院复议 那最新的消息是包括立法院的王金平 他都说呢 这个案子呢 也是在送去行政院之后 在送回立法院之后 少了一个字 所以言下之意说 不是完全行政院无关哦 所以好像是不是认为呢 行政院应该提复议 所以呢 针对这个问题 不知道院长怎么看 好的 我想最近这两天 大家都蛮关心 会计法99条之一 修正案的经过 还有它的这个后续要怎么处理 那首先我先讲就经过好了 刚刚兰宣问到说 这个法案 行政部门 有没有在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 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我想会计法99条之一的修正 在之前立法院里面 已经有三位委员的 不同提案修正版本 一个是林长明委员 一个是李运元委员 那另外一个是蔡正元委员 那三个版本的文字 跟重点不一样 但是后来 立法院大概是 为了要便宜讨论 已经把这三个版本 整合成一个 比较像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版本 那它的重点就是 除了原来那一条 本来有首长特别费的 那个免发 然后它就加上了 有这个民意代表机关 以及这个教职人员 跟研究人员的免发 那当时呢 这个 立法部门是有询问行政部门 就是对于 这样的一种立法 有什么意见 那么行政部门这边呢 因为我们有找过 国科会跟教育部 我们针对这个教职人员的 假发票事件 有做了一些讨论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立场 反映给立法部门 让他们知道说 如果这一部分要免发 也就是处罪化的话 我们是希望能够坚持 公款公用跟公款实用的区别 因为一直以来 我们都认为说 不管是教授或研究人员 如果说他只是因为 发票暴障的方便 以及他原来制度的缺乏弹性 以自己悟到法王的话 这种事比较情有可言 我们也事实上 在国科会的包装制度里面 都做了更改 换句话说 我们也知道 以前这样的做法 容易入人于罪 但是另外有一种情形是 有一些研究人员或教授 他们是本来就意图要 利用这种公费 去买一些私人的用品 不管是电视机 洗衣机 皮包等等 这种就我们来讲 是怎么样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同意或辩护的 所以这个叫做公款实用 那我们希望说 如果这一次会计法 要用修法的方式 来解这个套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维持这个差别 所以当立法院询问行政部门 对于这件事情的意见的时候 我们就建议要加上一段文字 那就是现在各位所看到 三读文字的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他就是把我刚刚所讲的 明代以及教职员 研究人员的除罪化之后 再加一个诞书 就是说但是如果说 研究经费是属于那种 意图图利 个人或第三者 而进行报销的话 那么他就不再上诉之列 换句话说 他还是要回归到 这个贪污治罪条件 要被办的 我觉得这个差别是很重要 这是行政部门的坚持 那至于说 所以那部分有包括明代吗 那部分没有包括明代 因为我们 我们明代的部分是一个 征送已久的问题 至少从第七届 就一直 然后当时没有修法完成 到第八届 我们也知道立法院里面 关于那部分的提案 也一样 是一直都有存在 那么我们那部分呢 只能说尊重立法院 最后超级党团 如果他们都同意 要修的话 行政部门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但是对于这个 这半年新的这个 关于教授的假发票案件 我们倒是必须要把立场讲清楚 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至于说教那个字的漏列 所以是送到你们那边去 你们因为增加了第三项 所以顺便就去偷偷改 那个字不是出现在第三段 它是在第二段里面 换句话说是本来 本来在立法院草迷的过程里面 是写教旨也没有错 但可能后来在腾打的过程里面 那个字漏打了 那以我个人来讲 我当时当然比较注意的是第三段 就是我们希望说第三段的那个精神 能够被修进那个立法院 行政院真的有表达意见的 而且有做一些征修的 事实上是在第三项 所以就算真的是从行政院 可是问题是真的从行政院 送回立法院之后 少了那个字吗 这个字是无头公安还是可查 这个如果说真的要查慢慢去 但是我想那个是真的是输漏字 那个不是外界以为说故意把那个字拿掉 然后怎么那个 其实你去看当时各个版本的立法说明 立法意识确实很清楚 都是写大学教授跟演员 就其后来一面 好那如果说就刚才这个院长整个还原过程当中 事实上补的那一段非常重要 我想这几天我也特别讲 我觉得所谓的除罪 所以我很不能接受就是说 我觉得除非是错杀才除罪 就是说你不该入他于罪 他明明是公款公用 只是可能报仗的时候有一些疏漏 那但如果他侦探屋 为什么要除罪呢 不能除罪 对所以我想这点是很重要的 但是现在扯到的就是说 到底谁要去提复义 谁要去补这个漏 关于这个后续的复义 行政院有意愿吗 确实从程序上来讲 立法院因为已经会期结束 而且送出 所以他们不会有复义 就光复的复的复义 那么就行政部门来讲 我们基于尊重立法院 对这个事情已经有 好不容易四个超级党团 都签字同意 所以我们也不会提复义 那这个是反复的复 对那如果说那个字 真的是因为行政院 算是立法院手 那现在其实那个字 你们愿意吗 我刚才的说明 你应该知道 就是说以那个字来讲 它是真的纯粹只是肉字 那么这种跟我们讲说 通常那个行政院复义案的 那个复义是不一样 行政院复义案是对 整个的 整个那个法案觉得 无法同意 那个才需要动用到复义 那么过去针对这种 少数的物质的这种文字错误 有的像这个案件 我们最近是 今天有在思考 就是说是不是透过 这个主管机关 比方说主机单位的 主机单位 的函事或解释 如果说能够平息这方面的纷争的话 其实用比较符合经济成本 不要付出立法代价的方式 我想那一部分并不是问题 那如果说真的 对于司法机关来讲 他非得要看到这个文字 要出现教 他才要具执行的话 那么将来可能就 也许还有别的考虑 但是就现在来讲 我们并没有 会走这个所谓 行政院复义的途径 所以意思就是不复义 但是如果需要 由主机机关来做说明 就可以让事情平息 愿方愿意 我们愿意统一相关的机关 不管是说 我们的法规单位 我们的这个法务部 或者是主机单位 这个没问题 对行政部门来讲 因为我们很清楚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为了要修法 涵盖教职员的 所以我们很愿意 去做这个解释 而且我们认为 这并不违反 他的立法的原意 所以你认为这样子 是真的就可以了吗 但是我觉得 如果旧法论法 你现在因为跟正在 风头上 大家都清楚来龙去脉 所以我可能不会误解 但是十年后 三十年后 五十年后 看法律条文里面 没有叫这个字的时候 会不会还是 就法律本身来说 有它的缺憾 其实这个第二项的文字 里面讲到教职员部分 我记得他讲 一百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如何如何 换句话说 这已经有一个 时间点的切割了 那么至于未来 已经不会有这种情形了 因为国科会已经改了 他们的那个 爆炸核销的办法 所以未来教授 或者他们的研究助理 在公款公用的报销上 已经有更大的弹性 不至于再会发生 我们之前所讲的 假发票的风波 那如果还会有假发票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公款私用 那就是贪污 所以我觉得将来 也不会有什么 所以照这样的说法 可能还不需要到 临时会动用什么 提修正条文 搞不好就真的是 主计单位来做法律解释 如果以社会成本来讲 能够透过行政解释 而可以化解这个纷争 我们是觉得 这样子或许就可以了 但是当然我们也尊重 司法机关 包括法官或检察官 如果在个案上 他们的认定 产生困扰 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如果说司法单位 有来含问行政部门 关于这个法律条文 我们是做什么解释 我们一定会按照 我刚刚所讲的来回复 这是我们能做的 但如果说他拿到 我们这个回复 还是觉得 这个认识用法上面 有所疑虑的话 那么也许 他会要求 你就是正式修个法 把那个自家回去 那这一点就 牵涉到立法院那一边 在将来是不是 会另行 做这个单由每个人次的修法 这个我们尊重 OK所以认定上来说 可能就由司法院 但最后的决定 跟如果需要修补的话 就该由立法院 对如果是修法的话 就该由立法院 那行政解释 我们来负责 OK好 今天非常谢谢江南华院 找到我们的现场来 谈这些呢 现在可能是 有些是发烧的 有些是未来 但时间依旧是会蛮头痛 但是也非常重要的话题 谢谢 谢谢蓝轩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